来看看新闻网 比如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就有两个必须的条件 一 年龄一定要在30岁以上 二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 和不少于5年的管理岗位经历 而范冰冰出生于1981年 今年31岁 而事业方面2007年 在和华谊兄弟合约到期后 范冰冰已经自行成立经纪公司 刚好有5年的管理经验 这也让这则传言多了几分可信度 范冰冰冰的事业已经成立了一年 然后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好朋友的事实 这方式 而之后又有消息称 已经入学的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们 听到范冰冰即将入学的消息 纷纷主动要求留级与范大美女同班 且不论企业家要求同伴的消息是否属实 整天在娱乐圈打滚的范冰冰 怎能还有精力和时间去完成 EMBA这样繁琐的课程 是网友们对此最大的疑问 而当新予在线记者 电话联系范冰冰经纪人时 对方明确表示 入学一说纯属谣言 他从来没有过这个计划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 但他自己本人是从来没有 一个要学商的 所以说调侃了这个事情吗 说很多企业家要求同伴 他必须自己知道这个消息 他对这个抱什么态度 他应该还不知道 他可能没注意到这个新闻 他自己是从来没有过 要学商的想法 很合适 随后 新予的在线记者来到 长江商学院上海分院 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 范冰冰确实不会来 范冰冰 王石 田普君 潘石屹 这些头版头条人物的名字 都与长江商学院联系在了一起 不由地让外界对这一所学府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长江商学院2002年11月 在北京创办 在北京 上海 深圳也都有分校 而学院的入学条件 也是非常严苛 除了年龄工作经验的限制之外 还有鄙视和面试的环节 连你 连你 知道 这要求蛮高的 要先还要面试 他上面有分线流程 要先在网上 一集在网上 单位里 所有的规模楼上 都要看着呀 也不是说你有钱就马上要读了 那没钱肯定读不了 从长江商学院的网站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暴读2013年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申请费用在2000元人民币 学费则需要68万8000元人民币 加起来高达69万人民币 这也难怪 长江商学院的学生名册上 不是商界名人 就是娱乐圈的明星大腕 人群早在成为演员之前 就已经下海经商 开饭店当制片人 早已是他事业的一部分 2011年人群选择进入长江商学院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班进行学习 并且成为一班之长 他现在还在这儿读呢 还没毕业呢 马上毕业了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从大概去年四五月份吧 那他当初是 为什么要去读这个长江商学院呢 这个其实就是想进修一下嘛 然后就学一些管理的职责 他们那个好像是十八个月吧 听说他还是当了班长吗 对对对 还是班长 那在那个报这个长江商学院 除了想进修一下自己的话 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拓展一下 人脉的这种意思在里面呢 这个应该是有吧 有这方面的原因 正如这位工作人员所言 拓展人脉确实是不少人 报名进入长江商学院的一大原因 在长江商学院的校友名录中 几乎涵盖了中国内地 所有著名企业的最高指挥官 而作为本山传媒集团的董事长 赵本山的助学也曾轰动一时 商学院我来了一年 参加了几次课程 后来因为病感受很深 原来没来之前呢 其实我是被朋友拉进来的 后来认识了向远长 收获很大 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通过长江能够认识很多商界的朋友 而赵本山那台著名的私人飞机 正是他的同学们一起购买的 我是上长江商学院去学习 途中路过加拿大我有几个同学 他们订了几架飞机 我们沈阳有一个老板 他是坐公务机的 就是有一个公司 就是我们俩想要合作 他可能进了五架 我说你算我一架吧 从长江商学院的一本学生名册上看 陈鲁豫 李湘 张一白 彭磊 张岚 李亚鹏 彭大为夫妇 都曾是商学院的校友 而作为春天传媒集团董事长 李亚鹏还在 燕燃天使基金的 2011天使之旅活动上 带着商学院的同学们 担任志愿者 前往海南省资助当地61名 贫困纯恶劣患者 进行全额免费手术 只能说作为一个公益机构 我们其实只能把我们有限的资源 让更多的孩子先完成第一次手术 因为毕竟第一次手术 它是最重要的 幸运力在线总统活动 是最重要的